我的这段感情就像天平一样摇摆不定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被坚定地选择过 她在未来的规划里好像也没有我 我觉得她越来越不在乎我 而且她的脾气也越来越极端和暴躁 这段感情我不知道该要怎样才能继续走下去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凯20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小凯有请 小陈22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小陈有请 都还在读书是吧 对还是学生 是一个学校的吗 不是一个学校的 咋认识的呢 就是通过朋友聚会 我的朋友跟她的朋友 然后当时一块出去玩 然后在一桌子上认识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喜欢她什么呀 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是刚分手的那种状态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加微信在那聊嘛 然后聊的话 感觉还聊得挺投缘的 就感觉我们性格挺像的 慢慢的我就喜欢上她了嘛 两颗异动的心碰在了一起 是这意思是吧 对 那一段是男生不信任女生 这一段反了 是女生不信任男生 是吧 对 就是她经常忽略我的感受 让我觉得越来越不爱我了吧 越来越不爱你 因为她一当初就是有点不确定嘛 对我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喜欢 啥意思 因为当时我们俩在一起 有一年半了吧也 刚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星期 她就要跟我分手 然后去找她前人来复合嘛 如果这事我不一直追问她的话 我还不知道呢 一直蒙在鼓里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刚好一个星期嘛 然后我跟我前人也好 时间挺长的 一年多了 见过我家长什么的 当时本来没放在心上 然后过了一星期 我前人回来找我了 就有点动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那几天 可能对她有点冷落 然后她就一直问我 是你前女友提出要跟你复合 还是你想跟你前女友复合 是我前女友回来 就跟我认错嘛 因为当时我们分手 就是因为 她背着我跟她男闺蜜 出去吃饭 她却跟我说再加班 而且不止一次了 然后就特别生气嘛 就跟她分手了 然后那个时候 她就回来跟我说 她错了之类的 然后以后不会这样了嘛 毕竟我们好了那么久嘛 多少有点动摇 所以那你那个时候 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多久呢 分手半个月 你那时候跟你前男友 分手多久啊 也差不多一个月那样吧 好 就前一段感情 还没有忘却呢 我们再开始一段新感情吧 难怪 然后人来找你了 对 挺犹豫嘛 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她一直追问我嘛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然后后来 她又一直逼问我 我就急了 我就说 我可能更偏向于前女友吧 然后她就伤心嘛 然后她就走了 那么后来又在一起了呢 后来就是她来找我嘛 说她错了什么之类的 然后觉得她想好了 就是这次确定一定是我 就真的是喜欢我 然后后来又一直对我好嘛 各种无微不至的 然后就比较感动吧 就同意了 我跟她好之后 也跟前人就彻底断了嘛 什么有关的东西都没有了 行 那这事就翻篇呗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就一直是个坎儿 后来她也挺过分的 你为什么还要跟你男闺蜜出去玩呢 我跟我男闺蜜出去玩 我觉得很正常呀 我不是也带你了吗 你是带我了 她男闺蜜喊她去酒吧玩嘛 然后她把我带过去了 过去她就坐在中间了 然后她们就说话 她们两个说话就说话吧 还离得特别近 就那种都快亲上那种 我跟她说吧 她还不听 她还在那怪我 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个距离好了 因为我坐到中间 是为了跟大家方便说话嘛 而且我跟她说话 就这个距离 因为酒吧声音比较大 比较吵嘛 就这个距离根本就没有挨上 连手都没有挨上 她对你不一样啊 我能看出来呀 而且我后来我生气我走了 你为什么就不管我呢 因为我觉得我没错呀 为什么要去跟你道歉呢 我在你这儿 我就跟个空气没什么区别呗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就不管我是吧 我没有不管你啊 那我在你这儿不是空气吗 这个虽然打平了啊 这确实互为空气 你知道吧 前女友来找 先想跟前女友要不要复合 你先放在一边啊 前女友没复合成 来来来来来 我们俩再好 对吧 这是男闺蜜在这儿 我有人聊天 你爱走不走 我没什么错呀 我正常交往啊 这确实互为空气 这叫一比一占平我觉得 接着往下再占 听听吧 就当时挺搞笑的 我们俩正在吃饭呢 然后她那个女闺蜜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就非要过来 说要专门找她出去聊天 说话 她不是专门来找我的呀 那我们两个当时在那儿吃饭 然后我的女闺蜜 可能有什么事给我发消息吗 她问我在哪儿 我就跟她说 我们两个在那边吃饭吗 我还跟她说了 然后她说 把她叫过来一起吃个饭吗 然后我就心想挺好啊 一个是我好朋友 一个是我女朋友 你们俩认识一下 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把她叫过来嘛 叫过来之后 她就不进来 然后我问她怎么回事 然后她就给我发消息 让我出去嘛 然后她就不愿意 还在那儿生气 那我肯定不愿意啊 她说我对她有敌意 我要给她下马 为什么呢 不是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当时我一直追问她 她告诉我的 我也跟她说了呀 我说你对她没有敌意 是她想多了 她也接受我的解释了呀 我说那你先走吧 然后下次再一起聚嘛 然后你还跟我生气 我不该生气嘛 你为什么一直在维护她呀 你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嘛 明明我是受害者 我是委屈的 不是 你受什么害了孩子 因为她诋毁我 我也都跟她解释过了 而且我记得今天节目组 她也采访了一下我闺蜜 你可以听听她到底说的什么 你看我有没有骗你呀 啊 这是我刚才乐的啊 那肯定你就采访了她 还是不信的 我们听听闺蜜怎么说 来 我和阿凯都认识快七年了 如果我们俩能在一起的话 早就在一起了 还有她对象什么事啊 我那天就找阿凯说几句话而已 这事有什么可吵的呀 如果她女朋友 真的因为这家小事 就跟她那道别扭 我觉得她也太不懂事了 什么叫我太不懂事了呀 而且当时是不是 她说我坏话了好吗 我问你 你对她有没有敌意 我对她没有敌意 我当时是非常好的状态 不是 你为什么 对她没有敌意呢 我很好奇 因为很正常嘛 就是如果她进来 一起吃个饭 认识一下也挺好的 这也不正常啊 在我看来 我为什么不会有敌意呢 我一定会有敌意啊 有敌意不是很正常吗 为什么不承认有敌意呢 我很好奇啊 就是她那个带个男闺蜜去 有敌意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爱情那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嘛 很自私嘛 你就是我的专属嘛 你为什么还会有男闺蜜 有女闺蜜啊 你那么大度呢 因为大家都有异性朋友嘛 我觉得 所以核心就在这儿 对嘛 她就觉得 她也有一心朋友 还所以嘛 你看你那闺蜜 说的都是什么呀 那我觉得 就你闺蜜说 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特失望你知道吧 我们俩在一起 都好多年 认识都七八年了 我们俩要有什么事 不是早有了嘛 标准套话吧 那也不是呀 就是我们以前 就是从初中 都开始认识了嘛 到现在认识挺久了 然后关系也挺好 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那总得有个边界嘛 有呀 我们也没有做过什么 就平常偶尔聊聊天了 见面都很少 没说你这个总得有点边界嘛 你们还有什么边界呀 你是不知道吗 她之前 她那个女闺蜜 还跟她表白 还喜欢她 那也都之前的事情了呀 都过这么久了 那谁知道 她心里想了什么呀 那我现在 我说啥你都不信我 我给你解释了 你还是不信我 而且她刚说的话 你听出来没 她就是在挑拨我们的关系呀 你还在维护她 那我现在不也不怎么联系她了吗 说啥你都不信我真的 无语了 这个女闺蜜是向你表白过吗 那都好早 那这个女孩有男朋友吗 她这中间她也找过男朋友嘛 现在其实就没有呗 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了 到底有没有 这闺蜜嘛 好朋友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现在没怎么联系过的呀 我万一有联系她又生气了 所以女生很在意 男一生的这个女闺蜜对吧 对 我很在意 因为她做得比较过分 而且她让我相信她 我也不知道怎么相信她 什么事情你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 你根本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而且你对我脾气越来越暴躁了 你就真的是暴躁到直接摔我的手机 暴躁到对我大吼大叫的 那我摔手机不还是因为你吗 那我跟你说的话 你半天你都不理我 你就知道在那玩手机 那我能不生气吗 你又不是第一次不理我了 你基本上每天都这样 那我为什么不理你 因为当时是我给你发消息 然后你没有回我呀 当时我知道你在工作 但我知道那个工作不是很忙 然后你没有回我 我也有小脾气呀 那我也不回你 就这样这么简单 你就摔手机吗 那既然是工作 那都有忙的时候 又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不忙 那我不是忙了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回你消息了吗 我给你发消息你不回 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甚至我跑去找你了 你还在那玩手机 根本都不管我 你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以前我跟你说话 不管你干什么 没有干什么 我跟你说你都不理我 我是没理你 我那就是个别说我没理你 那为啥呀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习惯了嘛 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就比较专注嘛 比如说在耍剧了什么的 就很专注 没有注意到而已呀 好 好 然后呢 你就把他手机摔了 对 然后这事怎么过去的呢 没过去啊 他也不听我说呀 我本来就是想着回去 跟他认个错嘛 我没理他 我知道他生气了 我让我去找他 跟他认错嘛 结果他就一直不理我 弄得我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了 而且他经常性的这样不理我 这个人他都有脾气吧 你是有脾气 你脾气也太大了吧 你对待事情处理方式 就是很幼稚 很极端 不就觉得他就根本就没有那么在乎 行 这件事我们也听明白了 我要是不在乎你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之前有那么多难过 那么多委屈 就是心里那个坎儿 还只是个坎儿 说不定还能过去 但是现在呢 现在你不但不对我那么 像以前那么温柔了 你现在还变得越来越暴躁 而且你现在又跟我说 你要出去工作了 去外地工作 你要离开我了 如果你去外地 咱们三五年的异地恋是吧 那中间发生点什么 谁说得准呢 那又不是三五年永远见不着了 而且我也没有说要去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了吗 我家里那边也说过好久了 我一直都没跟他们说 我现在我要 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也很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呀 你根本不是在跟我商量好吗 你就是在通知我 我跟你说了那么大一堆 就是不想让你去的理由 你就拿一大堆 你去是合适的 是更好的选择 跟我洗脑 那我不是什么都跟你说吗 我也没说决定一定要去呀 我也没有跟你回来 就跟你说 那我现在就要去了 我要是不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买房子了呀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买的房子 也是没有采纳过 我一丝丝的意见 我说我喜欢在市中心买房子 但是你呢 你就偏偏买一个 那么偏僻的地方 什么也没有 那当时刚好也比较划算 我家里还有一个我哥哥 又不是我自己 然后当时一下肯定就一次两套嘛 你说的想法 我也跟我家人说了呀 但是他们肯定想的 那也没有尊重我的意见呀 那我考虑你的同事 我是不是要考虑我自身的家里的经济条件呀 如果是我自己出的话 那肯定你说哪里就哪里嘛 你怎么都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那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我呀 不不不 姑娘 你觉得那房子买了你住得进去吗 我先问一句 那我们以后肯定 如果顺利的话 以后肯定会结婚的 不是还得顺利吗 万一不顺利呢 那就是往这方面发展的嘛 就是备着结婚去的嘛 对 反正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吧 不是 为什么要尊重你呢 钱是你的吗 他爸妈现在跟你什么关系呀 就他爸妈也挺喜欢我的 不是 跟你啥关系嘛 他爸妈那么喜欢你 你跟他爸妈说呀 爸妈给我买套房子在市中心 你看他爸妈给你买吗 八字还没一瓶 就想得那么长远了 人家买了以后你还挑理 人家没说给你买的 是给儿媳妇买的 你是儿媳妇吗 我说你不是为了说你啊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女生 都大概持这个想法 真的 所以我觉得要说一下 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呀 我就是想出去打拼嘛 我们那个城市比较小嘛 去呀 但是我考虑到 现在不是有女朋友吗 考虑啥呀 那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去打拼啊 为什么你不跟他去呢 我家里人不同意我出去 为啥呢 就是想让我在当地发展 我觉得我们那儿也挺好的 所以你也没有尊重他呀 按你买房的逻辑来说 你也不想跟他有未来呀 那他这个房子是只付了首付 我以后如果可能话 我会还贷呀这样 既然买了我不满意的房子 我以后还要还钱 我觉得很 很委屈 你可以不住啊 你们自己首付嘛 有啥委屈的 所以你们会发现啊 在你们俩的这个爱情生活里面 永远是双标 我可以有男闺蜜 我可以跟他凑得很近地说话 对吧 你不可以有女闺蜜 男生也一样啊 我跟我前女友就是因为 她有一个男闺蜜 出去吃饭 我才那个的 你不也有一个七年 还向你表白过的女闺蜜吗 是不是双标 对吧 我想到外地去打拼 但是我的家人说了 女方说我的家人说了 不能去啊 咱们在这儿是安稳的 然后就说 你不考虑我们的未来 谁叫你到外地的 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啊 要求他的时候是这个标准 到你可不一样了 你们家买房跟我商量了吗 我要在市中心买 你们为什么买的郊区 这跟那个性质不是一样吗 是不是双标 两位是不是都在双标 都是对自己有利啊 没有人替对方想过 各自拿着各自的标准 来要求对方嘛 就是你得给我让步嘛 那女生我问你 请给三条 要跟这个男生再一辈子的理由 第一条就是比较心动吧 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他特别照顾我 就什么事可能就 就会帮我做之类的 第三条 就比较细节 能给我小惊喜什么的 好 男生 也是三条跟女生在一起的 一辈子的理由 现在他 本来对我也挺好的嘛 有什么事也都想着我 然后第二就是 他现在 就是跟异性 就对于关于异性的事情嘛 他也都有保持距离了 因为我现在比较了解他 第三条就是 我本来 就挺喜欢他 你看 两个人说的三条 把他画过来 不就是 我吗 全是立我的吗 女生是 对我好 关心我 男生是 我放心 那个 对方呢 别人的感受呢 我不一定对 听听老师们的想法 一起进入 秋比特奔卷 爱情最怕什么 最怕 就是不顾及 对方的感受 你们两个人 都不顾及 对方的感受 这就是赵川老师刚才说的 立即 刚才女生说 你很在乎 他的女闺蜜 但我刚才也分明的听到 你自己也有男闺蜜 我认为 这样的异性闺蜜 是爱情中的灰色地带 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爱 那是不可能有 第三个人的生存空间的 但是在你们两个身边 不管是不是因为 纯粹的爱情 但这样的异性 不但有生存空间 而且很活跃 这种彼此的感受 你们顾及了没有 我们说爱情 它真的需要 为对方去想 这是因为爱 我认为爱情 还应该有一个 禁止效应 自己应该有一面禁止 多照照自己 恕我之言 你们两个人 是不适合异地恋的 在情感上 没有这样牢固的基础 甚至我认为 一旦有了情感问题 你们会守不住自己 我实话实说 如果真的要异地 还不如分手罢了 你们两个真的好像啊 对待感情的态度 和方式一模一样 就像彼此在照镜子 所以这是你们两个 彼此能够吸引 最初走在一起的原因 但实际上 你看看你们相处 这段时间 彼此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们都觉得 对方不付出 对方任性 对方对自己不够好 对方有其他的想法 还有什么闺蜜 为什么呀 因为你俩都只想享受 不愿付出 男生上一段爱情 还没搞明白呢 来了一个 娇滴滴漂亮的小姑娘 立马觉得好享受呀 就跟她在一起吧 管她那个以前呢 痛苦就忘掉吧 所以啊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 清晰你想要什么 你就和她在一起 因为你只想享乐呀 你一点痛苦 一点思考 一点成长 都不想去面对 女生也一样啊 我有一个男闺蜜 关系很好 我就要不顾她的感受 你们认识认识呗 有什么的呀 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但她真的不高兴啊 高兴的是你呀 你只想你自己开心 你是不想她的感受的 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啊 所有的 好的方向 全是淡淡的 谁的心里 对对方也是淡淡的 只有吵架 赌气 不高兴的时候 那是浓浓的 就自己不爽啊 那反应巨大 这就是你们的爱情吗 所以你们异地恋也挺好的 撑不了多久 你们又去找 能够让你们 想着开心的人了 真的 现实就是这样 也许今天你们分不了手 但是未来 只要出现一个 让你们觉得 哎呀挺轻松挺快乐 她会照顾我啊 对我好 立马就转身走了 但是我们爱情 是这样谈的吗 我们和一个人要相守相处 是这样去处理关系的吗 一定不是这样 只有当我们学会了付出 学会了利他 才能收获一段愉快的感情 如果朋友前面加一个异性 这里面就有一种微妙的关系 这种微妙的 有的是可言 不可言 但是心里总是有一种想象 所以我们想用异性朋友 必须得有一个原则 距离一定要远 一定不能过度 一定不能让对方 就是你的伴侣 感觉到不舒服 但凡有一丁点 让伴侣感觉到不舒服 那一定是你在异性朋友 当中的这个距离 保持的不够 所以说想要有异性朋友 其实简单 就是让对方放心 否则就不要有这样的异性 而你们两个 为什么都要保持自己的 异性朋友 还要希望在这种状态下 对方也要接受呢 就是因为你们俩 不知道怎么样的有效沟通 你们俩解决沟通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可以 一起往前走 就这样 在两个人台上交往当中 沟通当中 出现了高频的各种委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人生走着走着朋友就散了嘛 朋友散了又朋友 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希望你能够可以以后多考虑我一些 就是不要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你应该护着我 多宠我一点 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吧 从你一开始摇摆不定 到后来你的女闺蜜 又后来你越来越暴躁 又是去吹风 又是消失 又是摔手机的 再后来是什么买房 还有工作都没有 就是没有考虑我的意见 我希望你可以多考虑我一下吧 我也会慢慢改变的 而且我出去 我也是能让我们以后能更好地在一起吗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这一次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